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接通了我今天拍档 利达集团ESG及投资者关系 高级主任李永林 Vicky 你好 Hello Hello Vicky 我们今天继续会讲一下 关于地产发展方面 其实是一些ESG的话题 因为香港的地产上市公司 其实说真的 又不算很多 但是数落都不少 现在我们也有提到 在港交所的list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 上市公司每年都要交一份ESG报告 虽然可能他们未必写着 叫做ESG report 又或者有些叫做永组报告等等 但是其实都很想知道 一间企业 其实他们面对着 既要赚钱的时候 如何在环境 社会 以及管治上 都可以尽到自己的责任 今天我们说的这间公司 同样都是一间香港的上市企业 就是17号新世界发展 我记得如果我们没有记错 其实新世界发展由它第三代去接任 这次无论是在生意策略上 因为在ESG上面 其实我见到他们的努力都多了很多 明显是见到他们是很买向着ESG的方向去做的 首先其实你看回他自己 现在无论是建设上 我不用说他里面做了些什么的时候 只要你和大家的家庭观众 或者自己走过 你见到他的商场 最明显的一件事 就是见到他的商场 很明显 或者建屋的新的屋苑 都有一件事是特别不同了的 就是多了很多绿色的环境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比如你去K11也好 或者是现在新建的楼库也好 他很多时候那些屋苑的公共空间 或者商场公共空间 都放了很多绿色的元素 所以这件事正正就是他们 慢慢都想走过ESG元素 再加上现在所有地产发展商也好 或者是国际性也好 都说的是要向那个低碳环境去建设 或者发展一个很持续的生活环境 所以他们都是很主力 向绿色建设或者绿色翻新这方面去做的 这幅图你就会见到他们 2022年其实有一些重要议题的举阵图 他们都在一个报告里写明 究竟我们在ESG那里会做些什么的 我挺欣赏他们的就是 他们首先这幅图很仔细 说我们可能首要做些什么呢 可能在创新、能源效益、绿色建设 气候变化方面是要做得多些的 但时间他都不会忽略说其他的部分 譬如我们经常说ESG 不应该只是看完E的 S和G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会见到 他会慢慢都放回他们究竟要做什么 譬如企业管治 可能会觉得也是极为重要的 员工健康、参与 可不可以做到一个为社区提供福祉 他们整个地盘 或者那些出来的产品质量 安不安全呢 他们就可能放在极为重要 另外一些比较次要一些 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可能就是人口老化 会不会有些材料使用 人权、智药用水 甚至乎他们的财务表现 都会放下去的 这个就很清楚 给大家看究竟在持续发展上面 对于持份者的重要性也好 还是对于整体整间公司的营运 或者发展的重要性呢 都是寄出给大家 那就大家一目一眼很清楚知道 ESG的事情了 那就可以正正就是说 给大家听 经常都说做ESG 会不会拖累着那个 营运、营运 甚至乎对于持份者来说 会不会令到他们的受惠的程度 有减低到呢 那这个举震图就很容易 给大家去理解究竟他们在做些什么 和对于你们的重要性的影响有多大 是的 尤其是你看到它有多少 都是关注到 例如顾客的福祉 健康安全 那这个举头 其实和三人局面都很有关系 另外摆到它颇为重要的 其实都关乎就是 就是这个人口老化等等的问题 还有人权 以及申诉机制 其實這些過往,很多公司裏面都是放的位置 或者他們量度的時候,我們看到是比較難量度 可能他們放的位置都重要 但這個舉陣圖看似好像很複雜 但其實你看清楚一點 因為它有很多細分的說明,用顏色分佈是不同的項目 你很容易就明白到其實它是怎樣去分佈的 看出來都是很清楚和一目了然 沒錯,而且有些人經常說,究竟要怎樣量化一間公司 他們ESG做得好不好 最好就是在報告中逐個論究竟它的細項做成怎樣 但其實有一個我們都會留意去看的 究竟他們有沒有得到什麼獎項 或者跟一些什麼合作機具合作去證明 他們自己在ESG情況做成怎樣 其實我沒有描述出來,但他們自己的網站 其實都有寫到,他們就跟很多不同的 一些對於ESG上面的國際標準 可以評級到他們的表現做成怎樣的機構有合作的 譬如有CDP、Subsidistic、MSCI 甚至他們在那個ESG報告裡面,都會有一個框架 就會跟著TCFD,他們的一些國際性框架 跟著去做的 所以這些就可以看到,他們那份ESG報告是認真去寫的 而不是,就是有些,因為現在雖然上市公司 很要求是要做ESG報告 但是有些公司其實沒有跟這些框架去寫 就變成,其實是不是真的達到國際上的標準呢 都還是有些質疑的 你會看到它在MSCI那裡的ESG評級 就是BBB級的 現在的含字就是AA級 比如說Bewish是一個平均的水平去做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 就是論一論究竟它的報告裡面 就是做了些什麼 或者它離婚有沒有什麼願景做到 你會看到它們就是很好的 2030年有個願景在那裡 其實跟很多 現在你看到所有的公司都會 特別有一個2030年的願景 因為通常想跟回去到巴黎協定的條約 去到2030年或者2050年 它們那個碳排放溫度可以做成 通常有些公司會有一個10年計劃 可能去到2030年 它們的願景是怎樣的 現在的發展它們都有這個 就是四大方針的一個願景 跟著SDGs的一些目標去做 它都說明有包括3 就是希望做到一個良好健康和福祉 一些休職教育給到那個社會 另外還有11就是可持續成事和社區發展 還有17就是促進一些目標實現 還有一些夥伴關係的 先看到我們最多人關心 或者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能源 或者是環境那邊 它們其實都真的很自力去做好這個綠色世界 或者邁向環保未來的 它們就在SDGs裏面 它們拿了17和11個目標去做 特別是11那個可持續成事和社區 它是選了11.6 因為之前不是說的 SDGs的目標有17個大目標 是的 裡面再有200多個一些細項 它就特別是強調了要做11.6 就是減低城市的負面環境影響 就就是說希望減少 或者盡量扭轉一些造成氣候變化的行為 希望就是令到它整個 它們的業務上面的生命周期 可以減低對整體生態圈的影響 因為你知道17其實它整個公司業務發展 是比較多元化的 就是無論商場也好 跟著建築也好 甚至藝術方面其實它們都做的 但是所以變成了很多不同的生態圈的生命周期 它們都會涉獻到 所以它們希望就是怎樣去將業務避免 或者減少對於氣候上面做到一些這樣的影響 它們有一個環境目標 就是Energy那邊 其實希望就是會不會去到2030年 對比到2015年的時候 那個能源強度那個使用量可以減低了5成呢 而去到2022年其實現在暫時就減低了4% 所以其實這個我覺得它做得挺好的就是 你可以調查它究竟是否按著一個紀錄去做 我去到2030年要減到50% 那你去到2030年其實暫時就減了4% 那你就可以去慢慢想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 去到2030年的時候真的減低到50%了 那你的時間排方法呢 它反而就做得好一點點的 就是能源都好 其實我覺得它減的速度呢 偏慢了一些的 就是如果你說去到30年要減5成 但是你現在去到2022年都是減4% 可能你那個減能源 中間就要很快了 或者要多些方法 不同的方法了 是的 沒錯 但是你說減碳排放的 可能你就會明顯看到它 似乎會進度做得好一點 因為它想達到減少50% 但是現在已經減了20% 相對上會是比較好一點 另外它和我幾十多開心它就是 因為很多人就是看醫的時候 就只是留意著那個碳排放 就沒有能量 是的 其實水資源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在環境上的議題 但是大家經常都有忽略了的 那它都會留意自己那個用水的強度 和那個廢物處理的 那它有些屋苑呢 它裡面有一個設計 都是賣一個 或者是鼓勵大家要留意水資源 這個可以再跟大家去分享 這個主要都是它們那個碳排放 或者它們環境方面去做的東西 還有剛才都說到 它們做環境 除了很留意著碳排放這件事之外 其實它們在那個環境上的目標 會留意著就是保護生物多樣性這件事 這個我們經常都有些忽略的東西 那它們怎麼做呢 就是講到說 我們在那些屋苑那裡 其實就建設一些可持續的源臨 那它們這件事就是 希望保護回種不同的樹木 種不同的一些品種的植物 希望就是令到一些生物多樣性的時候 就是不要只是單一了 栽種某些東西 而失去了某一些生物的物種 還有這件事都是向持份者 甚至乎是居住的人 希望有一個推廣生物多樣性的重要 還有它的保育的 其中一個就是有一個 最大去鼓勵或者是推廣這件事的 就是它們的這個廟師裡面 有一個就是 Natural Discovery Park 那就是室內自動物品 還有可持續發展的園區來的 那中間都有一些綠色導選團 會給大家去參考的 然後等時候 inconvenience dabbon 這邊 我們會繼續 姊面 最後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